星期日 這個大家都在享樂放鬆的日子 有一群人正準備上工 他們是 每個管理師出發的地點都不一樣 而房載是從 從我老婆放卡到現在應該十多年應該有了吧 這是一份很艱辛的工作長期的抗戰 但是 因為你既然要扮演這個角色 你就是要把他演好演滿 快樂的心 愛心耐心與平常心這樣 他不上風與無阻 但至少就是說隨時備戰 這種職人精神真的很讓人敬佩 到達目的地後管理師就鎖定目標 往著推車的方向走去 想成好心態準備上工 成就感 我想來這邊應該都是買一些日常用品 如果說成就感的話 就是說 買一些食物然後回去共享 和小朋友吃得很快樂 我想這也是一種成就感 我以為是真的在介紹賣場調度推車的員工 我以為是真的在介紹賣場調度推車的員工 或者是真的搭配 在介紹賣場中